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在比赛结束 后隔了较长时间才获知相关意见 在此我们想要澄清 尽管其中有些技术方面的问题 但它与国际拼连所有其他赛事相同 韩国公开赛抽前是公开透明 符合规则和章程的 张静克先生认为国际拼连需要更加专业化 对此我们深表同意 这也是我们2021年国际拼连商业权回归后的计划 届时 我们将推出全新的职业权回赛 在全球范围内更好的推广乒乓球 在刚刚结束迪亚欧乓乓球全明星对抗赛上 张静克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是表示自己退出韩国乒乓球公开赛 是因为刀受了不公待遇 此报道一出可谓一时机体千层浪 球连们随即要求国际拼连做出解释 此次国际拼连的官方回应不仅没能解答的疑惑 反而加重了球连们的质疑 从目前这个诚意度不高的回应来看 颇有些此地无因三百两的意思 球连们似乎并不买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